國內消息還要看到HBL上一屆的冠軍隊伍松山高中 最近藉由姥姥杯來備戰新球技 雖然球隊表現不如預期 但教練黃萬龍是希望能夠儘快的調整球員默契 改善團隊狀況 換手運球突破 松山高中後衛高國豪動作流暢吸引全場目光 身為上屆最有價值球員跟新人王 這段期間強化個人訓練高國豪球技更進步 又有心智 又比較成熟 然後身體的素質又變比較好 還有對抗性 一個是最高的 一個是最矮的 所以最高到最矮的都必須要有一些領導的作用 除了高國豪成長 禁區主力孫思瑤伸手更靈活 教練期許兩人能夠理應外合 成為球隊關鍵的雙核心 主要是我跟國豪 可是就是我們還不夠穩 對 然後學弟經驗也比較 就是經驗也比較不好 所以就是在關鍵的時候比較容易發生失誤這樣 現在打球不是個人 他必須要鼓勵球隊 鼓勵其他的球員 信任其他的球員 知道球場上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去領導球隊 衛冕軍松山高中經過三個月休兵 姥姥貝是球隊頭一回在國內亮相 但是成績不如未知 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 然後加強自己的一個弱勢 改進自己的弱的地方 強化自己強的地方 準備好自己 迎接各球隊的挑戰 綠色神盾逐步調整 對於星球季考驗 對手永遠不是別人 而是要盡全力超越自己 五點TV 嘉明明星 高雄報道